包括我们台湾 可能您做的那个排水就特别的好 就是说呢 因为酱油量比较多嘛 但是我们这儿做很多工作是为了蓄水 是为了蓄水 包括大家刚才在走那个路边有没有发现 上边那个泥土上面有很小很小的洞 那个就是起到一个蓄水的一个功效的 蓄水的一个功效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看到和市区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 那我们这个就是等于是 现在就已经出了太原了 然后接着上来高速往前走一段呢 就会到达就出太原到另外一个城市叫新洲 到了新洲之后呢 有一个人物要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新洲那里的是我们中国古代四大媒体之一 貂穿的家乡 对我们所路过 但当然我们今天由于我们路线的问题 我们不走市区 我们是走它路过 只是路过那位地方而已 像五台山它就属于是山西的新洲市 五台县这样 五台县五台山分井区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地级市 那么像比较遗憾的一点 就是说在这里啊 它没有 就是说我们想去看貂蝉它出生的地方 现在没有说出来那样一个地方 现在就是只有说记载 那个村子里边有一块 上面写的是貂蝉墓 而且呢 史料里边有记载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貂蝉的家乡 提到貂蝉的话呢 我们也会喜欢到吕布 就是我们沿这条路继续往五台山方向走 也会路过另外一个县城 叫地乡县 这里呢是吕布的家乡 那么在当地呢 就一直流传到这样一句话 叫新洲无好女 地乡无好男 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其实所讲就是说 历史当中啊 这个地方出了新洲 出了这个貂蝉之后 就再没有一个女子的容貌 能够胜过它了 而且再没有一个男子 能够胜过吕布了 所以说就是新洲无好女 地乡无好男 就这样去解释的 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出生地 也貂蝉这个地方呢 就是叫新洲 我们一会儿上了高速之后 可以看到它一个简体字 树心堂 旁边是一斤两斤的一个斤 这样子 那么过了这个新洲之后 就会到来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地乡线 地乡这里除了旅步之外呢 还有就是历史当中 首先呢民国时期 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 就是我们山西的主皇帝 叫阎西山 阎西山跟我们台湾 还是有远远的 因为它最终呢 它去世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台湾的 阳明山那个地方 所以说呢这个当年他撤退的时候 就撤退到台湾那边去这样子 而他出生地就是在地乡线这里 地乡线 包括到现在呢 我们在走高速的大地 我们看到路边有个牌子 写的是延西山共居 就是当年他所出生的地方 目前被誉为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官僚展院 占地面积可以达到三万多平方米 然后房间有七百多间房间 整个院子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回字型 其实很多游客进去之后就说 就像一个迷宫一样 你要自己转得很容易转迷路 因为它是一个回字型的形状 这样子非常独特的一个大远 所以说我们也称为是 这个一座阎府院 半步民国史的一个地方 也是了解山西民国历史的这样一个地方 除了这个旅渤之间之外呢 还有就是近代比较有名的一个人 我们大家可能有听过薄熙来 薄熙来他父亲是叫薄一波 他父亲薄一波出生的地方 就是在也是在这里 叫定湘县这个地方 对我们一会儿会经过的这里 叫定湘县的一个县城当中 有这个虽然是比较小的一个县城 但是还是很有名的 历史当中从古道京出了这样 三个比较特别有名的人 过了定湘县之后 我们就会到达武台县 武台县呢 距离武台县还是有七八十公里的路程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县城 我们是到达武台山分井区这样子 那同时 随时我们经过的 所经过的就是有这么几个大的地方 那在这边的话呢 同样来讲 这个就是车子呢 先往北边走 那之后我们一会儿会在前进去展高速 再往东边去走 所以说是往山西的东北方向去走 出了太原之后呢 我们也能够陆陆续去看到一些山 这边一带来讲呢 山不太多 因为太原是一个盆地嘛 我们有两座不太高的山 就是叫东山和西山 历史当中所讲的 两道山脉相互平行 所以说在隋唐时期的时候 就特别是并中 两山平行为之并嘛 并中这么一遍是由此而去得来的 然后呢 像山西比较有名的两道山脉 是哪里呢 太行山和旅阳山 我们今天的往舞台山去走 您所能看到的山脉 都是属于是太行山脉